他没有一个权利说 这个ECFA是不是符合了 这个GET第24条的规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只要有一个 他们自己认为说是 有充分的理由说 就目前的状况来讲 这个已经是符合WTO的自由化的精神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ECFA或者说 之后签署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基本上就可以过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不必太去担心说 这个两岸签署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它的所涵盖的这个自由化的 零关税的这些项目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认为说 非常敏感的一些项目 事实上是可以排除的 那另外还有刚才您讲到说 关于这个目前的一些经济影响评估 所评估出来的说 对于我们的电子业 好像有一个负面影响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试用经济模型的时候 有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 这个经济模型它是假设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环境里面 它的资源是固定的 那当一些自由化的措施 在某些产业实施了之后 那这个整个的资源就会移向那些产业 譬如说我们说现在的纺织啊 成衣啊还有这些可能钢铁啊这些 它的关税比较高 所以它的这个关税降低了之后 有一些产业有一些这个资源 包括就业的人数啊 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去移动 有一些比较简化的假设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电子产业目前已经都没有关税了 已经都是零关税 大多数都是零关税 所以说造成那些资源可能会 移向其他的产业 但是事实上因为这个电子产业 它所需要的这些资本 跟这个一般的传统的产业 它需要的资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实质上 应该不会造成这种资源的排挤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资源排挤效应 这也是我所看到 因为资源排挤效应 所产生电子业的这个 可能会受到比较很大的负面冲击 而且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最大的冲击 就是它会损失到2491亿这样的一个 这个严重的冲击 不过您刚刚讲是因为有一个假设问题 所以假设不公平不平等 那不能修正这个假设 然后去做一个remodel这样子做吗 所以在那个经济部 它有去做一个修正 它的修正的结果就是说 假如说没有发生这种资源排挤的效果 那对于电子业产业 当然就没有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可能就要看到底会排挤 那刚刚尹杰你好像这个 不是 补充一下 就是说当然它那个 不就是刚刚杜主任讲的 就是它的这个模型 它里面有一些假设 那但是明明他没有考虑到 中华申请所的这个统计是 我们电子电机至少损失三千多亿 三千多亿 但是这里面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电子业 其实大部分很多台商都已经到大陆去了 所以如果说你思考这个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电子科技业的 已经在那边布局那么久了 而且早就已经享受在 中国大陆这个零关税了 跟东协的零关税 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之下 事实上真正实际上 我们所受的这个损失不会这么多了 应该是不到一半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是说 当然我一方面我觉得 双方一定会趋吉避凶 就是说你想去医院 我也想去医院 所以今天这个中共那边的这个报告 他自己也讲出来了 他说呢希望双边能够兼 兼顾双方的利益 互利双赢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台湾 你想要这个早期收获 我也想要早期收获 对不对 所以上一次上个月 上个月 9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 我跟杜主任 我们就有到厦门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他们那个商务部的 港澳台办公室 港澳台师的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刘雪晴 他的论文就很妙 他就表达出来 他说了如果开放之后 台湾呢这个台湾要进口到大陆这边来的 比如说玻璃机械车床 我们就不让他进来 为什么 对我们才能冲击太大了 他们也在说也要去其避凶 所以换句话讲 双方一定会谈 谈到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双方交集嘛 就是说你对你有利 那是对我这边不会太压力影响的 我让你进来 同样的道理 大陆要过来的 比如说他就说 假设你要早期收获 我也要早期收获 比如说大陆很坚持的 为什么我们农业产品不能进来 他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所以 我觉得谈判没有那么样的 这个轻松啦愉快 这里面 双方 我刚刚讲过 现在大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 就是说我 为了要以金束筒 你台湾要的我全部都给你 你要什么 要五毛给一块 不可能 因为现在 他也要考虑到他本身的产业利益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也要心理准备 我们也要算清楚 反正这个算盘都要打清楚 但是 有一个就是说早期收获 怎么样让双方能够有一个交集 就是说对你 对我有利 对你不影响的 我们打算弄个清单 用一个交集出来 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呢 准备的工作还是要再强化 对 刚刚他谈到说 两边在谈 这个谈判绝对不是很轻松 但是说如果不轻松不愉快 我很担心到不愉快的事 不愉快我们要避免 即使谈不成也要愉快啦 对啦 我觉得谈会不轻松 而且不容易 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有些细节 讲 说不好的一念 我们光谈当主权这是一个最高的层级 谈主权谈到最后 你看两边怎么谈都不对 所以只要有一个相当绝对 对等的这个利益 两边谈不拢 我觉得那就很难谈 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刚才就是 这个 我现在我想拉出了两个问题 还是第一个 就是谈到 产业当有利有弊 那每一个都希望能够早期收获 然后呢 又讲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这个 互惠双赢 那当然我们这是口号了 像是口号对不对 我们要趋集必凶 那么两边都会自己这样想 但是一旦两边都趋集 结果这里的急是那边凶 那边凶是那边急 请问怎么谈 我现在当然那个 这个 我执行长你刚刚也还继续讲到了 就是有关这里面的产业嘛 就是趋必凶 甚至他刚刚也提到电子业 好像有一半 甚至他说不会那么严重 有一些已经到大陆去了 您是这样看嘛 我如果说我刚才很重视这个 就是因为电子业是台湾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龙头产业 那么如果电子业受从 你当然就有很大影响 但是电子业 不管remodel或原先的模型 你觉得哪一道比较准 或者以你的判定 或者你在做这样的研究 你觉得到底会不会受影响 电子业其实应该是 就像我刚才讲的 应该是不会受影响 最主要就是说 电子业所吸收的这种资本 跟一般的传统产业 所吸收的资本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资本密集的一个产业 它所用的人力 也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我们大多数的这些电子业 已经到大陆去投资 所以刚刚上面所提到的资源排行销 不会发生 就电子业来讲应该是不会 所以我刚才讲说 那个主要是因为模型的一个限制 那模型是谁 这个是国际上通用的 比较适合用在国际间 去做比较的一个模型 那这样就非常清楚 这是国际的一个通用的模型 但不是因为我们本国 但是我们本国确实 把它做了模拟出来 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 因为这个广告效应很大的 不好对电子业也很残 影响很大 所以我很关心这一块 所以那个主管单位 就是经济部 它有就那一部分去做一些修正 有在做修正 对对对 就举个例子啦 你比如说 我们那个模型没办法分出来说 这个电子厂商是属于台商还是什么商 对不对 它就把它关成是大陆的 但是台商它很多是子公司嘛 它母公司在台北嘛 它在大陆设子公司 那这里面它所赚的 它到底是算谁的 算台湾的嘛 实际上是赚 因为台商很多还是要把钱会为母公司 或者是说 它跟台湾买机械买设备 买原料进来嘛 所以这里面这里面就是说 就是说你如果考虑到很多台 电子产业的台商在里面部署的话 实际上我们所受质冲击就没那么大 OK 所以这里当蔡 民署长您的看法如何 还有在这个趋吉避凶这样的 两边来面会有说 这个几乎是他的凶 这样的看法 您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一下 就是说 我们当我们在看待这个模型的时候 模型的推估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理解 这模型的推估结果主要是 针对关税减让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加速零关税 或者是自由化的过程 所带来的效果 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 就是说今天全世界 包括中国大陆的 这个资讯科技产品的关税 事实上到2005年的时候 它也降了零关税 所以刚刚这个杜博士所说的 因为模型的限制 它未来相对的 它降税的幅度会很小 几乎是没有 所以它当然不能够创造 太多的经济的利益 但是我们除了关税以外 我们必须要看投资 看我们的产业竞争力 各位应该知道 像这个江苏省 它这个进口的高科技的零组件 特别是ICT的组件里面 8、90%都是来自台湾 换句话说 假使两岸签了FIA以后 它所带动的 是一个包括带动 中国的ICT产业的发展 跟台湾的ICT产业发展的结果 那么 它对台湾的 这个是ICT产业的 是ICT产业的 是ICT产业的